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於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容忍程度 應該已經到了臨界點 因為特朗普在他的Twitter上公開了一封公開信 這封公開信的對象就是譚德塞 在這封信裡總共寫了四頁紙 內容全部都是猛烈批判世衛組織和譚德塞 在過去五個多月以來 如何敷衍失責和如何偏幫中國 在這封信的最後 特朗普對譚德塞作出了最後通牒 說明了 在30天之內 如果世衛組織沒有明顯重大改善 美國將會對世衛組織永久地山水喉 以及美國會退出世衛組織 到底這封信裡是說什麼 如何去猛烈批判譚德塞 總共可以歸納為五宗罪 第一個問題 就是世衛組織在初期的時候 完全當這事件是沒有到的 當然 到底是否受到中國的壓力 要被迫當這事件是沒有到的 需要調查一下 在這封公開信裡 將整個時序列舉了出來 在去年12月初 世衛組織已經收到一些可信的報告 包括醫學期刊刺針的報告 在說 疫情已經在武漢那裡擴散 對於這些可靠的消息來源 但內容和中國官方說明是有抵觸的報告 世衛組織沒有做到獨立調查 即使有些報告的內容 更加是來自武漢內部的消息來源 到了12月30日 世衛組織在北京的辦事處就知道 武漢出現了公共衛生的重大事件 在12月31日 台灣當局向世衛組織通報 有機會已經出現了人傳人的情況 但世衛組織選擇 沒有跟其他國家分享這些重要的資訊 可能是出於政治理由 而根據國際衛生條例的規定 各國需要在24小時內 通報衛生緊急事件的風險 但一直拖到12月31日 中國才就著這個疫情 通報世衛組織 即使中國有可能 在幾個星期前 就已經掌握到這些個案 這個擺明就是 協助中國隱瞞真相 當然 目前來說 仍然是需要調查的 但證據都放在台面 所以為何美國一直強調 要追責撒培 不是無的放恥 而是證據確鑿 你根本上是百慈莫辯 你面對著這些事實 他不需要再去說 什麼實驗室 或者什麼自然生成益 或是人工編輯 都不說這些 別人只是把整個事情的脈絡 梳理出來 你也不知如何去解釋 是不是 好了 譚德塞的第二宗罪就是 他不斷重申自己的主張 但這些主張是非常不準確 具有誤導性 例如在今年1月14日 世衛組織沒有跟無據 肯定中國所發生的疫情 是不會人傳人的 但這個說法很快就被推翻了 世衛組織當時說 中國當局進行的初步調查發現 是沒有明確的人傳人證據 即是世衛組織對於中國所提交的任何陳述 都是照單全收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世衛組織有什麼存在價值呢 你只不過好像一個傳聲筒 這個平台是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呢 去到1月21日的時候 據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向譚德塞撕壓 要求他不要宣佈疫情 是國際緊急的公共衛生事件 他屈服於壓力下 就沒有公佈到這件事 但是在一個星期之後 他就被迫宣佈 這件事就是公共衛生的緊急事件 因爲 出現了一些證據 是他都不容抵賴的 只是從這兩件事件都可以反映出 根本上世衛組織作出一些 專業的判斷的時候 完全不是按照客觀的事實 而是純粹按照中國的意願去做 第三個問題就是 就是世衛組織和譚德塞 都是在很多問題上偏袒中國 例如在1月28日的時候 他就在北京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見面之後 他就稱讚中國在處理疫情上非常透明 而且中國就為全世界爭取時間 但是就對於 中國當時懲處一些敢於直言的醫生 是借字不提的 包括中國的吹哨人 李文亮醫生 還有在1月30日那時 當世衛終於宣布 說這個疫情是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之後 世衛組織仍然沒有趨速到中國 要及時准許世衛組織的國際醫學專家團隊 前往進行調查 結果這個關鍵團隊 要拖足兩個星期才能去到中國 而一直拖到行程的最後幾天 團隊才獲准 是操訪武漢 而當時 中國拒絕了兩名美國團隊的成員 進入武漢 但是世衛組織 完全保持沉默 這些擺明 就是偏袒中國 是不是 而且 特朗普亦表達出一種關心 你現在在世衛組織的框架之內 進行國際獨立調查 到底 到時候中國會出什麼農料呢 會不會像這一次 你說查 他又對於所有國際專家作出篩選 有些就給入 有些又不給入 他喜歡安排你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 這樣就變成了把整個主導權 其實交回中國手上 即是說他需要你去知道什麼訊息 你就只能夠知道那些訊息 那這些不是調查 是他安排一些東西給你去看 那麼查條毛嗎 對不對 所以特朗普有這個擔心 完全是正常 這封信還批評譚德塞 說他大力讚揚中國採取了嚴格的國內旅遊限制 但莫名其妙地反對美國 關上邊界或者禁止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 無論這個說法是怎樣 美國仍然是實施了入境限制措施 那譚德塞在這個議題上 在灑上一些政治的小把氣 結果就使得那些要仰賴世衛組織提供衛生建議的國家 延遲了對中國實施旅遊限制 所以這些國家就遭殃了 根本上全球大流行的出現 世衛組織都是難辭其咎 尤其是譚德塞 喂 你作出這些建議做什麼 幸好沒有人聽他的腦點 當初林鄭也有份引述 就說不要向中國關閉邊界 當時林鄭也是拿譚德塞的建議出來 踏向香港市民 所以這個罪大惡的譚德塞 最後一定是走不掉 要拿去審訊 因為他導致了很多落後貧窮國家 沒有及時做好旅遊限制措施 沒有及時實施入境的管制 搞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第四件事就是 他引述一些錯誤的數據誤導全球 世衛組織往往就喜歡引述一些中國官方資料來淡化疫情 他曾經在3月3日的時候向全球表示 說這個疫情不會像流感般散播 而且在通報的個案當中 只有百分之一是無症狀 大部分的個案在兩天之內都會出現症狀 但是很多專家引述日本和韓國等地的資料 都強烈質疑這個說法 現在就很清楚 不斷被世衛組織重申的說法 完全是不準確 當然怎麼會只有百分之一 是無症狀 現在很多人都是輕症 甚至乎好返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根本上這個世衛組織就是專業失德 你不可能完全引述中國的資料 然後就不作把關 不作調查 不作核實 將中國所說的話 你照單純收向世界發佈 這樣就不需要你世衛組織 不如由中國的衛健委來取代你 你在這裏做甚麼 除了收各國的捐款 然後自己出糧之外 你有甚麼作為 所以難怪美國經常要cut 撥款 根本上這班人就是廢柴 完全是沒有做好自己的職責 總之中國給你甚麼資料 你就照說照讀 有甚麼意義呢? 翻譯機 第五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 譚德塞故意針對台灣 在4月11日的時候 有幾位非洲國家的外交官 提出了抗議 因為有非洲人在廣州遭遇了一些不公平對待 於是致行給中國外交部 譚德塞是清楚知道這件事 但是對於中國的所作所為 就說不出 不過就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 將台灣批評他的說法貼上了種族歧視的標籤 這件事又是譚德塞有問題 又說台灣有網軍去攻擊他 喂 那你那些非洲兄弟在廣州遭到不公平對待 為甚麼你又可以說不出呢? 而且這件事不是政治事件 而是牽涉到一些隔離措施 即是都是跟世界衛生的問題有關 無論是基於譚德塞現時做世衛組織總幹事的職位 或者是基於譚德塞本身都是來自非洲的背景 你也是有道義責任去出聲 完全是不說的 只是懂得針對台灣 不要說這件事了 只是台灣能不能重返世衛大會 你也是不敢說話 一美就在拖一美就在推 總之就不敢得罪中國 所以難怪特朗普在這封信最後提出了一個最後通牒 說叫你在30日之內一定要作出重大改善 否則就會永久停止金錢援助 以及美國有機會退出世衛組織 當然 美國也沒有清楚列明到 究竟甚麼是為之重大的改善 所以主導權仍然操縱在美國手上 至於譚德塞的命運將會是怎樣 中國到底會不會補他一輩子 很難說 因為當他再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很可能就會被人拿出來祭旗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